在江苏我们认识一个很牛逼的工厂 他在江苏有十一家工厂 每家工厂都是过万人的体量 他给日本的一个品牌做代工 那个品牌大概80%的衬衫都是他生产的 然后有一次是我们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的一些副会长理事 我们组了一个团 我们到江苏去跟他对接考察 老板们去了之后考察完了工厂之后 然后就跟对方的工厂老板讲 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做点货 这么好的生产能力 这么好的品质把握 我们绝对干不出来 能不能给我们做点生产 老老板说了 我不干 两年前的时候 中国服装协会居然动员工部 动员我给他们做货 然后我一咬牙 我就拿出了两条六绳线 给他们做货 做了半年我就不做了 第一就是丁华老师讲的 给我签了全是不平的条约 根本执行不了的条约 要我签 关键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平等的对待 他有很多人问我 说你为什么这么愿意给日本人做货 他说我告诉你们 我给日本鬼子做了15年的货 这家品牌公司的日本的财务总监 总部的财务总监 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从日本直接飞到我们江苏的工厂 来跟我聊天 聊什么呢 他不能为问题 他说你做我们家的货 这么正经 他说当时他在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到底是说要挣钱呢 还是不挣钱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他说我搞没本来 我得真实的告诉他 我做你们家伙 挣钱 因为日本人的感觉 我以这样的品质要求 这样的产量 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交期 这样的账期 我给到你 我这样要求你 我相信你是可以挣钱 如果这样做 你还不挣钱 不好意思 明年这个订单不能比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不挣钱 长期不挣钱的前提下 还得把品质搞好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说我给国内的 那么多的品牌公司 做过货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老板 跑到我这里来问我 你到底挣不挣钱 他们只管 我是不是可以少挣你钱 甚至不挣钱 再压榨点签出来 我觉得这个背后 是平等关系 跟契约精神